大家好 我是布寶劍 我是小姐 大家好 我是布寶劍 我欲望了 它會更明顯 我們請保健跟大家揮揮手 送給你們的愛 還有照片 拍照拍照 右邊揮揮手 左邊揮揮手 左邊揮揮手 可以把你的愛獻給你們 有在正面的愛 還有在旁邊的愛嗎 手在旁邊的愛 對 向左邊揮手 對 對 睫毛的點 睫毛的點 小姐 從左邊往右邊再看一下 右邊再看一次好 右邊往左邊往右邊看一次好 希望我們的攝影大哥 也把保健的愛 收入在你的攝影機裡面 好 正面 來自台南美衛 來到台灣非常高興 右邊 好可愛喔 台灣的東西好不好吃 好吃 台灣朋友們可愛嗎 可愛的意思 我們請寶劍先跟台灣的媒體朋友 還有粉絲朋友打個招呼 大家好我是寶劍 我是寶劍 我是寶劍 然後我真的好想你們 看到寶劍好開心耶 謝謝 這次來到台灣的心情如何呢 台湾 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這次是第四次的訪問了 第四次了 我的第一次 人生在這次的訪問 第一次的訪問 當中舉辦第一次見面會的地方 第一次 台湾廣告 台湾廣告 第一次見面會 然後我不曉得可不可以講這個品牌 那當初就是我也是在國外的第一個廣告 就是LinePay 這個廣告也是在台灣拍攝的 17年代 17年代 2017年的時候 OAP Day的見面會 也是在台灣舉辦的 今天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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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真的非常的開心 我要哭了 我就說危險了 但是真的能夠再次見到寶劍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我也非常謝謝 其實在寶劍沒有來台灣的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能夠看著寶劍的電視劇 看著寶劍的綜藝節目 心裡想著寶劍 然後想著說我們還有見面的那一天 就感到非常的開心 我也是一直心想說真的很想要趕快跟大家見面 那這次來到了這裡然後跟大家見面 對我來講也是非常激動又感動的事情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才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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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為我們可能都想起了一些兩年前的回憶了 好 講點開心的是 我們知道呢 寶劍非常愛吃 對 上次來好像有逛夜市喔 對 我去過了士林夜市 對的我去過了士林夜市 這次來呢 我這次當然也很想要去啊 可是這次的行程呢 就是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不曉得這次有沒有機會可以去 有什麼想吃的食物嗎 你還記得嗎 我可以誠實說嗎 請 我 我 在野市場吃的 牛排 很美味 我在夜市吃的那個 小牛排 叫什麼 小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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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的好吃 哇 好特別喔 我真的好想吃啊 你們有沒有會煮小牛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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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們都會煮 沒有 不用喔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可以自己去買來吃 還記得還有什麼食物嗎 還想吃的 臭豆腐啊 珍珠奶茶啊 雞豆腐 那時候吃了 我還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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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家裡 還在家裡 有吃過 臭豆腐 而且我吃的那個店家 我在那邊有幫他們簽名 那他到現在還留著那個簽名呢 我還在家裡 我聽到這 我好感動喔 因為下一次就會 刻成石碑 你知道 一百年後 他們的子孫還會去看那個石灑 就算是想說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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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 不行 其實我 其實我 不可以 台湾的粉絲 也不可以 認識我 也不可以 但是 主人們 也不可以 我愛你 也不可以 我愛你 也不可以 我還在家裡 還在家裡 我還在家裡 也不可以 其實有很多人 可能認識我 可是也有很多人 不太認識我 剛好這個 店家的老闆 好像就是有點認識我 而且 他對我非常的好 然後 我現在回想起來 讓我覺得還是覺得 非常的充滿了感動 那希望 這一次有機會的話 還是再去拜訪 老師們都要在那個店 守候你的身影了 不行 明天有很重要的事 對 這一次的主題 叫做 Good Day 跟上次有點不太一樣 聽說Good Day是你選的 為什麼要選這個名字呢 首先 因為 剛才是 幸福的日子 幸福的日子 跟著我 跟著我 幸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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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過很 幸福的日子 所以 那時候 取了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這一次呢 因為 Happy Day每天每天都很幸福 快樂之後 之餘呢 見到我之後呢 希望大家有好事發生 所以這一次呢 又把主題定成了Good Day 這樣好事 希望大家 每天每天都是好日子 跟有好事發生 哦 所以呢 看到他的快樂 也要升級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很明顯的 明天的活動 節目內容 應該也升級了 是的 大家可以期待喔 可以透露 欸 點點嗎 其實是秘密啦 不過 有擊掌嗎 有啊 有擊掌嗎 全部嗎 是的 你知道南港展覽館 有多大嗎 可以容納幾千人耶 那個 擠完掌之後 手可能沒有辦法用筷子 假骰子牛 放在嘴巴裡了 沒有 OK嗎 OK嗎 OK OK 那到底還有什麼 可以透露一點點 讓大家期待一下 就要看著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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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們 這句話 欸 好想你們 這裡面有隱含著 一個線索在裡面 有隱含著 有隱含著 能講到這邊嗎 是的 啊 好像 所以要聽到完整版 明天要去南港展覽館 好不好 OK 差不多了 這次見到寶劍呢 其實真的很開心 我們看到寶劍在這兩年來 有一些很棒的作品跟大家見面 像是從去年年底 到今年年初在 電視台上可以看到的 我們家清谷 男朋友 演完了之後呢 我們真的發現寶寶劍 當完男朋友之後 其實他的男朋友 就像廢人一樣 如果你把自己的男朋友 拿來跟寶寶劍比 你都沒有辦法正視自己的男朋友 這個男朋友就是 這樣子的可愛 可以跟我們說一說在拍攝 男朋友的過程當中有什麼好玩的事啊 然後這個角色跟你本人 是不是真的也很像呢 首先 首先就是拍攝 男朋友的時候呢 第一次到海外區 就是古巴 那時候 古巴這個地方 這個國家 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深屬的地方 然後好像我們平常天說 想要去旅遊 去哪裡旅遊好呢 也不會想到古巴這個地方 然後可是呢 他對金正賀這個角色來講 是非常適合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很多人就是表達說 這個國家是 時間是停止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這個地方就好像是 就是過去跟現在是共存的一個地方 那 就好像自己變成了電影裡面的男主角一樣 所以我在拍攝過程中 就是有這種很美好的一些回憶 那在古巴的當地人呢 他們就是非常的有很多的 就是 很多的興致 然後非常多的能量 那所以 가는 곳곳마다 음악 소리가 끊이지 않았던 걸로 기억하고 저도 그래서 흥이 좀 많이 낮던 기억이 납니다 所以就不論走到哪裡都聽到音樂的聲音 所以我也是會變得非常有興致 就是變...就很有興致 我回想起這段時間是這樣子的 그래도 金혁이라는 인물을 만나게 되면서 비슷한 점이라기보다는 談고 싶은 점이 있었는데 說到鄭賀這個角色呢 與其說我跟他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應該是說我有一些地方是想要像他的地方 像鄭賀這個角色呢 他不管你的物質是多餘寡 他都是會覺得非常感謝你 當下的狀況然後開心的過生活 而且呢對周邊的人呢 就是珍惜跟喜愛跟照顧的 這樣子的一個心情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想要去像他 我們在生活上的時代 那樣當然是有了人的 或是那些柔軟的幸福之類的 避免過世了 那其實我們在人生當中 有很多事情感覺像是理所當然了 就覺得就這樣說理所當然 就不會覺得很特別 然後真的很小小微小的 可能小缺陷可能你感受不到 不過我遇到鄭賀這個角色之後呢 讓我重新回想到這些東西 讓我重新回顧到這些重要性 然後鄭賀呢 被自己的感情非常的誠實 然後非常勇敢地面對他的感情方面 那雖然這個部分我跟他可能不太一樣 可是讓我覺得他這樣子的一個 個性是非常的棒的 讓我覺得真的可以跟他多像一些 他真的很喜歡這個角色 我只是問說他跟這個角色 有沒有很相似 他講了一篇論文出來有沒有 而且完全呢就是那個 古巴的旅遊推廣大使 真的非常適合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又要聊一下你的新的未來的展望了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他在這個亞洲的粉絲見面會巡迴結束之後 就要去拍電影了對不對 他要去拍什麼電影 徐浮 徐浮 所以我一看到他去拍徐浮的時候 我心想說天啊 補寶劍要去演童男啊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徐浮 是我們古代的另外一個角色 他可能不知道這件事 但其實你在這個戲裡面要挑戰一個 其實很難 因為沒有人 我們生活當中是沒有這樣的角色 你要演一個復制人 這功課真的很難做耶 對呀 所以對我來講怎麼說的話 應該算是一個新的挑戰吧 我看不止是導演 另一位演員就是我們的大前輩 孔劉前輩 我這一次可以跟導演 和孔劉前輩合作 拍攝這部電影 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可以學習很多事情的地方 我覺得在這部電影 可能傳遞出去的一些訊息當中 可能帶給人得到很多的訊息跟感動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會努力拍攝的 所以我會努力拍攝電影 接下來我會努力拍攝電影 到時候電影上映之後 請大家多多的支持 有沒有很期待 有 我記得這個 據我所知 今年好像你希望播放一些時間 在拍電影這件事情上 以後時間的空間有空間 我會努力拍攝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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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這樣 不管是電影或是連續劇 或是怎麼樣 只要是有剛好 我可以去飾演的一些角色和作品的話 其實我沒有說一定要往哪一個方向 因為現在畢竟我還是 就是這個年輕的一個青春的一個歲月 好年輕 所以我希望可以就是 可以多留一些 就是我青春的一個印記在這邊 所以日後只要機會跟時間 允許的話呢 電影也好 連續劇也好 我都會好好的去拍攝的 我們也希望你能夠多拍一點 拍太少 是不是拍太少了 我們都等得很交集了 好 我會努力努力 好的 我會加油努力的 好 那除了拍電影的行程 我會想要拍太少 首先阿西亞特尾 要結束後 我會馬上就要投入電影拍攝工作了 那接下來的話 可能一直在努力地拍攝中包 也將會把我自己的一些時間 跟我的一個心情 可能全部都投入到 目前要開拍的 準備要開拍的電影上 那我的亞洲巡迴結束之後呢 我就馬上就要投入電影的拍攝工作了 那接下來的話 可能一直在努力地拍攝中包 也將會把我自己的一些時間 跟我的一個心情呢 可能全部都投入到 目前要開拍的 準備要拍拍的電影上 所以會改變髮型或是什麼之類的嗎 因為機器人複製人什麼的 都不是很好演的 通通一點點多一點點 嗯 我還在準備的程度 我還在說一下 我還在說一下 因為目前還在準備當作 我們還沒有做任何的確定 所以呢 現在我可能沒辦法就是 有我自己的想法 公布給大家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們就等著看電影 就好了 OK 嗯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有一點 小小談心的環節喔 其實呢 他們安排了這樣的題目 我自己都覺得 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來講 記者會我們都希望 很熱鬧啊 很搞笑啊 什麼的 但是 我竟然可以問 寶劍 你出道 你2011年出道的 已經八年了 你覺得這八年來 你的人生最大的變化 出道前跟出道後 有什麼不一樣呢 你自己感覺 嗯 嗯 比較輕鬆一點嘛 比之前 多了一些餘韻 就是變得比較輕鬆 比以前 那個時候 變得更寬了一些 比如說 我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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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的時候 出道的時候 可能我只關注在 我自己要演的戲 我自己的角色 集中在這裡 可是現在時間過了這麼長之後 我可能從這個一個載的 只是關注我 只關注我的作品當中 就是漸漸擴散到旁邊 會 會關注到其他 相關的一些事情 然後 在這其中 就是學習到很多 然後 也可以想像說 自己心中畫一個藍圖這樣 因為你的形象一直都很好啊 大家看到你都會聯想到正能量啊 或者是很開心啊 很熱情啊 很溫暖啊 這樣會給你帶來壓力嗎 你也會有笑不出來的時候嗎 你也會有笑不出來的時候嗎 可能 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吧 所以我可能 沒有在乎說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讓我覺得有負擔壓力 就很自然 所以從小牙齒就長那麼漂亮 有什麼東西是經過這麼多年來 你希望自己永遠都保持著 不要不見 永遠都擁有的東西 剛出道的時候 我那時候初心 我那時候的心情 變成了不見 希望剛出道的心情到現在 到後來都不要改變 時間繁有迴ali 所以你的時間流失 人們都是一樣 你會變得比較成熟 然後對機會有改變 那其實雖然是在成長過程當中都會有所變化 可是呢 不可能是從一個人變成另外一個人嘛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 就是可以變得比較好的方便去變了之餘呢 大家從心情裡面 可能你之前以前的那些出現都不要忘記 然後可以維持下去 抱歉長大了 我沒有想到今天會主持一個像散文一樣的計程會 還有很多人生的體悟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更多的分享呢 會在明天的見面會呢跟大家見面 在這邊呢我們要特別感謝這一次 2019古堡界亞洲巡迴台北站的主辦單位 Blusom Entertainment HSCNC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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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們為了謝謝呢 寶劍呢 這麼遠的來到台灣來舉辦這個活動 其實今天也準備一些小禮物要送給你們 我們現在寶劍長大了我們希望他保養身體 這是一系列的護嗓秘方 有什麼八仙果啊彭大海啊 唱KTV的時候一定要喝的 非常適合你 這是生的八仙果這是熟的了已經處理了 穿背琵琶糕啊 喉糖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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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拿著這個可以跟大家再拍拍照 這也太貼心了 地上垃圾都被他牽走了 明天呢 會有很多他為粉絲們精心炮製的 明天來到現場的粉絲可以說是非常的幸福啊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寶劍一出道的是當演員 只是沒有想到呢 人生真的很難說 沒想到讓我們先看到了當演員的寶劍 但是朝著歌手目標努力的他 明天也會交出一張非常漂亮的成績單送給大家 我想不需要拍什麼他真的吃東西或者是喝 不用齁 不需要 誰跟講一樣小偉人 不要 真的好 你拿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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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貴重的位置 很貴重的位置 非常感謝大家 首先今天 不管是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或者粉絲朋友們 大家可以把珍貴的時間 挪到這邊來 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可以跟我 真的是一直想念的台灣的粉絲們 可以見面的 明天的這樣子見面會的日子 可以舉辦這樣的見面會 我真的覺得心存感激 也覺得非常的幸福 明天我們在見面會上可以見到一些粉絲朋友們 可是也有可能沒有辦法過來的粉絲朋友們 不管怎麼樣 只要是我所愛的人 然後認識我的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 可以擁有非常幸福快樂的日子 然後日後都有非常好的日子 然後日後都有非常好的日子 韓國呢 現在已經春天來到 春天已經來了 那今天呢特別就是我們的 曾保余主持人呢 穿了跟春天的氣息一樣的 黃色的洋裝 真的非常的謝謝他 再次的感謝他 這次也是由他來主持我的見面會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所有的人 我祝福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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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 明天見 謝謝 謝謝 안녕히 계세요 大家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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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